生命有意义吗 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吗 人生的意义 难道就是每天工作养活自己这么无聊吗 或许你没想过 其实存上存数的EQ84 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本集我们要来讲述 一个眼老师的一篇文章 爱是唯一的存在价值 存上存数EQ84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频道资料处 找到全文连结 一个眼说 存上存数的EQ84中 有两则虚构文本 也就是小说中的小说 关键性地支配整部小说的世界观 一篇是空气涌 而另一篇则是德国小说猫之村 两篇都是我们理解 EQ84很好的切入点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猫之村的故事 根据EQ84的说法 这篇小说写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情节如下 热爱旅行的青年 背着背包独自上路 开始他漫无目的的旅程 他搭乘列车 随机挑选任意小站下车 投诉旅店 爱待多久便待多久 直至失去新鲜感 再搭上火车 前往下一随机目的地 某天 青年来到一个古老小镇 他独自下车进站 发现车站中 并无任何服务人员 出站后漫步大街 发现所有商店 都拉下了铁卷门 整个小镇 一个人印也没用 青年误以为自己来到了一座 被人们遗弃的废城 正打算离去 但车班有限 别无他法 只能在此过夜 等待明日上午的早班车 可是 当白日市区域夜幕落下 各样花色品种的猫儿们 便纷纷出现 商店里的猫儿们 拉起铁门开始营业 市场上的猫儿们 彼此讨价还价 办公室中的猫儿们 穿上了体面的制服 开始办事 他们吃食 交谈 行走 争执 饮酒做了 然而猫儿们 似乎对除了猫 自身之外的其他生物 万分忌讳 青年害怕极了 猎猫躲进镇上 最高的钟楼塔顶 一夜过去 白昼临至 猫儿们鱼冠里程 只一瞬间 猫之村又回复到 原先万进人踪灭的 废城模样 青年赶忙来到车站 却眼见列车 飞驰驶过月台 对他视若无睹 青年无处可去 只能回到钟楼塔顶 继续躲藏 如此日复一日 直到猫儿们 闻到了人的气味 组成搜索队 进入钟楼塔顶 来到隐蔽与黑暗中 恐惧不已的青年面前 没事 居然没事 猫儿们居然 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闻闻 秀秀 摇头晃脑 无比疑惑 奇怪 明明有人的气味啊 但终究放弃 转身下楼 回到小镇各自的居所 回到他们原先丰富 热闹的日常夜间生活之中 青年恍然大悟 带着巨大的孤独与悲哀 他明白 这就是我 浪游旅程的终点 这就是我 该消失的地方 那白日的车班 终究不会再来 而我 从来便不曾存在 故事在此结束 一个言说 青年漫无目的的浪游 正是生命旅程的隐喻 同时也反映了 人的存在本质 虚无 这其实是存在主义的标准说法 人生 没有预设的目的 生命 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 村上村树的作品里 时常萦绕着 类似这样 生命没有意义 而我也什么都不是的主题 在国境之南 太阳之西里 这样的概念 化成为一句比喻 真正存活的 只有沙漠本身 而在挪威的森林中 是女主角侄子 忧伤的请求 请你永远不要忘记我 记得我曾经存在过 为什么侄子会希望男主角杜鞭 永远记住我呢 因为那就像 《果境之南太阳之西》里 对沙漠的描述 雨下了花就开 雨不下花就枯萎 虫被蜥蜴吃 蜥蜴被鸟吃 不过不管怎么样 大家总有一天都要死 死了就变尸体 一个世代死掉之后 下一个世代就取而代之 大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活 一个种不同的方式死 但那都不重要 最后只有沙漠留下来 真正活着的只有沙漠而已 这段描述的核心思想 正是虚无 任何事物的存在 生灭 都只是徒劳的循环 而真正永恒存活的 仅有干燥的沙漠本身 那是人世间 无可回避的自然律 生命本然的废墟与空洞 如果挪威的森林里 主角杜鞭 没能依照侄子的请求 永远记住他的话 那么被杜鞭遗忘的侄子 就会像沙漠中 不断重复循环 生命的事物一样 掉进虚无的空洞里 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但这样说是对的吗 生命本身只是虚无吗 透过村上村树 对生命的提问 我们可以试着 找寻自己的答案 下一集 我们将继续介绍 猫之村中 青年浪游的旅程 如何呼应 EQ84主角天舞的 存在处境 对一个眼老师 爱是唯一的存在价值 村上村树 EQ84这篇文章 有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影片下方 频道资料处的全文连结 可以读到更完整 更全面的内容 最后 别忘了七字诀 订阅分享小铃铛哦 生命只是虚无吗 虚无的生命 有可能从无到有的 产生它的意义吗 本集 我们继续讲述 一个眼老师的文章 爱是唯一的存在价值 村上村树 EQ84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 频道资料处 找到全文连结 上一集 我们谈到 村上春树的EQ84中 有两篇重要的虚构文本 猫之村 与空气涌 而猫之村中 青年漫无目的的浪游 正是生命旅程的隐喻 这反映了人的存在境况 也映射了 EQ84故事的主角 天吴的身世 我们来看看天吴的故事吧 天吴出身单亲家庭 自小由父亲独自抚养长大 身为NHK收费员的父亲 性格拘谨 处世严厉 对待天吴也欠缺温情 这导致天吴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始终相当冷漠 晚年中风后 父亲被天吴送进了一座 灵害的疗养院 十日既旧 衰弱而死 父子间最后的对话 是这样的 我没有儿子 父亲在陷入深层昏睡之前 这样告诉天吴 那么 我到底是什么 天吴问 你什么都不是 那是父亲简洁 而不容分说的回答 天吴听了之后 从父亲的语气 一方面确信 自己与父亲 没有血缘关系 自己并不是 这男人的亲生儿子 一方面 则又觉得 终于从那沉重的 绅士与亲情的家所解脱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 天吴却又怀疑起 自己的想法 我什么都不是 少说中的天吴 自言自语地重复 对照天吴的绅士 我们可以先回到 先前所提 毛之村的故事 正如存在主意所言 存在即被抛植 人的出生 等于是莫名其妙 被丢到这世上 没有任何人 实现真逐你的同意 而毛之村 青年的浪游 之所以漫无目的 正隐喻着 生命本来 并没有与生俱来的目的 人生于世 原本便只是浪游而已 因为没有目的 没有本质 你什么也不是 所以毛儿们 也完全看不见 躲在钟楼塔顶的青年 你什么也不是 这是哲学上 本体论的讨论 但是人 有没有机会 真正的是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第二则虚构文本 第二则小说中的小说 空气勇 正式延续这个主题 也就是来到了 哲学上认识论的范畴 他试图讨论 人的存在 是如何从无到有 寻找到自己的意义的 空气勇 出现于女主角 青豆的章节中 EQ84中 杀手青豆 与虚方老太太联手 暗杀了邪照组织 先驱的领寿 深田宝 之后躲藏到一间 不起眼的公寓 由旭方老太太 安排日常补给过活 在藏匿的十日里 青豆阅读了 深田宝的女儿 独自逃出 邪教组织的身会里 所撰写的自传性小说 空气勇 空气勇 这一项十分奇特 根据书中描述 那像是某种生物的简 是将周遭空气 凭空抽取为丝 揉之而成 而空气勇中 装着少女生会里的 子体Daughter 一位外貌与少女 本人一模一样的 少女人心 书中描写 所谓Daughter 是母体Mother 心灵的影子 是作为感知者 Perceiver使用的 能将感知到的东西 传达给接受者 Receiver 一个人认为 空气勇 以及子体Daughter 正是世界观的隐喻 我们可以用 婴儿 仙天 与环境 后天的接触 来观察世界观的 形成过程 因孩一生下来 蒙顿无知 必须与亲职者 陌生人 周遭环境互动 才能逐渐建立出 自己的一套想法 容易理解世界 安身黎明 这套世界观 理论词汇称之为 象征秩序 symbolic order 它的来源 博杂书役 习俗 历史 亲职教育 人类本能之认知能力 个人经验 集体潜意识等等 零零总总 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以及所谓世界观 其实正是感知者 perceiver 因为唯有 借由这套想法 作为接受者 receiver的我们 才能逐渐理解 这个世界 感知万事万物的意义 并对这些事物 逐渐形成 自己的价值判断 而存在主义认为 存在本身的虚无 其实可以作为 一个起点 既然人本来就什么也不是 没有既定的预设目的 那么人 反而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 慢慢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慢慢开创自己生命的意义 正如同1Q84故事中 安达九美护士 对天武所说的 人无法为自己再生 又为了别人才行 这暗示着与他人的相遇 互动经验 对他人的看法 对他人的情感 是生命从无到有 逐渐充实的契机 下一集 我们将继续和天武 展开他的生命旅程 当父亲对天武 下了本体论判决 你什么也不适时 天武该怎么办 对一个眼老师 爱是唯一的存在价值 存上春树 1Q84这篇文章 有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影片下方 频道资料处的全文连结 可以读到更完整 更全面的内容 最后别忘了七字诀 订阅分享小铃铛哦 人如何定义自己 建立自己的世界观 不同的世界观之间 可能有所冲突 如何处理 这是存上春树 1Q84的主题之一 本集 我们继续讲述 一个眼老师的文章 爱是唯一的存在价值 存上春树 1Q84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 频道资料处 找到全文连结 前两集中 我们讨论了 1Q84中的两个虚构文本 毛之村 与空气勇 毛之村暗示了 人存在的本质 即是虚无 而空气勇则进一步分析 人的存在 是如何从无 走向有的 1Q84中 父亲曾对主角天吴说 你什么也不是 这代表了人的存在 在先天上 被赋予的本体论 但故事中 是否有任何线索 让我们能逃离 这可怕的判决 找寻其他可能呢 天吴的父亲 在晚年中风后 被天吴送进了 一座临海的疗养院 有一天 父亲在弥留之际 被送去做检查 此时 天吴看见了魔幻的景象 一个空气勇 突然出现在父亲床上 里头包覆着 十岁的少女青豆 空气勇 正是世界观的隐喻 天吴直觉认为 那是他自己的空气勇 虽然里头包覆的是青豆 但确实是 天吴自己的空气勇 那是他重生的契机 为了青梅竹马的少女青豆 他可以重新定义自己 重新找到自己的世界观 让自己有机会 在全新世界观的指引下 变成另一个人 一个言说 这世界上众多世界观 零零总总 或硬或软 可能兼具不同程度的包容性 或排他性 有些世界观是柔软包容的 但也有些过于坚硬 非黑 极白 极端眼力 而EQ84暗示的 正是世界观如何被形塑与改变 小说中的邪教组织 先驱 影射的是日本沙林毒气案的 奥姆真理教 不同于主流新闻 对此事件一面倒的负面踏伐 存上纯述 对此做了更为细致的批判 先驱领袖 圣田宝的作为 当然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然而在村上的描述中 圣田宝确实具有神通 但这神力是由先驱幕后掌控者 Little People所赋予 圣田宝必须受到 Little People的操控 承受常人所不能忍的精神 与肉体痛苦 这提示了小说 对邪教领袖复杂的同情 而书中刺杀先驱领导者 圣田宝的三位正派角色 续芳老太太 保镖塔玛与青豆三人 他们或者给予良心 给予义愤 给予互卫弱势女性的理由 谋划杀害申田宝 在过程中 一并处决了申田宝的部下 牛河先生 这些理由固然正当 然而毫不迟疑地 终结牛河的性命 却也相当残忍 这种意识形态 显然也具有严厉的排他性 小说提醒了我们 某些世界观的恐怖与偏执 我们甚至看到 续芳老太太的自我怀疑 在申田宝被杀后 续芳老太太却反而觉得怅然若失 她说我心中的激烈愤怒 不知怎么 似乎在那震天巨响的雷声中消失了 当续芳老太太 试图反思自己的世界观时 我们也看到 天吴的世界观出现了变化 父亲死后 天吴整理父亲仅有的少许遗物 发现了一个信封 其中装有天吴童年时期的 全家福照片 这相当奇怪 因为父亲生前 对母亲的相关话题 十分忌讳 我们甚至无法得知 天吴究竟是如何成为 一个单亲儿童的 父亲总以 母亲早已病死 遗语带过 甚至未曾出示 任何与母亲相关的私人物品 因此 在遗物当中 这张意料之外的全家福照片 使天吴第一次知晓了母亲的长相 于是 天吴把照片放回信封 寻思着那意义 小说如此描述 父亲把这张照片 珍惜地保存到临死之前 那么表示他很珍惜母亲吧 在天吴懂事之前 母亲就病死了 根据律师调查 天吴是那位死去的母亲 和NHK收费员父亲之间 所生的唯一孩子 这是户籍上的事实 那张全家福照片 或许是父亲留给天吴的 最后一丝希望 爱的可能 一个年最后做出了总结 作者村上春树认为 对天吴而言 爱正是最高的价值 他足以融化一切世界观的 坚固与偏执 正如安达久美护士所说 人无法为自己再生 要为别人才行 病床上所出现的 天吴的空气涌 里头包袱着十岁的少女青豆 天吴对青豆青梅竹马的爱 以及他对父子关系的重新审视 就是他自我重生唯一的机会 一个言说 EQ84其实可说是一本 不折不扣的纯爱小说 他主张爱 以及人与他人间的关联或情感 正是人得以重塑世界观 开中存在意义的关键 对于相依世界观之间的冲突 存上春树也借此做了优维的表态 对一个言老师爱是唯一的存在价值 存上春树 以Q84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影片下方频道资料处的全文连结 可以读到更完整更全面的内容 最后别忘了七字绝 订阅分享小铃铛哦 三字幕志愿意义